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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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到這裡啦 各位朋友 所以如果你身材 不是很優異的男性也不要緊張 你肥到這裡也是有很漂亮的女生 可能會有喜歡你的機會 如果你男朋友現在突然 他跳出來跟你說 我現在就不好意思 其實我是有娃娃琴的人 真的嗎 娃娃不差 這麼隨便 你覺得他放他走 Let it go 我就覺得 我覺得還好 我對感情不是很執著 現在我們節目主持的模式 我們會把它咬字的咬得非常清楚 以表示我們對於這個 俄文的重視 以及我們在面對考試時的讀書氣息 對 好吃喔 你寫什麼我看 不要 快點啦 下禮拜我去看replay 差掉差掉 真丟臉 有夠丟臉的 等一下 我先跟你講 彈額頭是這樣彈的 好 好不好 看看真摯 聽聽時事 評論新聞就看今日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興啊 每個禮拜又來到這個 令人歡樂又有點興奮的這個時光啊 那 相信大家每個禮拜看到前面這一分鐘 我在這邊廢話的時候都會非常期待 下一分鐘會出現什麼樣精彩可奇的美女 哈哈哈 OK 好 那讓各位觀眾朋友馬上就是來看一下 這禮拜我們歡迎到的是Vida 掌聲 耶 跟我們今天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Vida 那你什麼星座的 我是巨蟹座 巨蟹座 巨蟹座什麼特質 就愛家 愛家是不是 對 儀娶回家 儀娶回家 哈哈哈哈 是 推薦一下自己是不是 推薦對啊就是自己講一下 OK好那 除了星座之外 那你的身高看起來 我剛剛看你走進來的時候 你給我的很大的壓迫感 真的嗎 我165而已 165而已喔 對 那可能是我的問題 哈哈哈哈 而且我鞋子還有再加鞋臉 OKOK 不要順便加鞋臉 然後台灣男生喔 嗯 你有去美國留學過嗎 還是歐美國嗎 我在歐洲 歐洲留學過是不是 那你可能不知道這個歐美跟台灣的這個男生啊 嗯 確實在身材上會有一個顯著的差距 還好吧 台灣人男生是靠知識舉聲 所以我問你 就對你來說 對 覺得男生是外型比較重要還是內涵對你比較 我個人嘛 我真心的覺得內涵很重要 是有貨還是要幽默什麼樣 呃要聰明 聰明是不是 嗯 所以啊像我這種男生喔 對 很吃香 每天沒有關係 我們覺得 這裡非常的豐富啊 對 肥到這裡啦各位朋友 OK 所以如果你身材不是很優異的男性也不要緊張 你肥到這裡也是有很漂亮的女生會有喜歡你的機會 然後自己有在國外留學過嗎 對 那你先跟我們稍微說一下 國外的學校跟台灣的學校 你覺得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呃我想一想 應該是說我覺得學校本身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是學生的那個上課的態度 我覺得因為我以前那天大學的時候我覺得我承認我自己應該是一個比較鬆散的人 心態上 對對對 可是在國外就大家都很 我覺得大家都蠻主動的 而且大家學都很樂意去學習 對啊 譬如說那時候我在歐洲嘛 然後那時候就很流行學中文 就真的大家下課後都會聚在一起討論要怎麼讓中文變好 然後試著要 對真的他們就是很認真就會問我們中文的問題 那你知道在台灣下課他會幹嘛嗎 就是福利社啊 那是小時候 準備要翹課吧 台灣大學生下課的時候幹嘛 根本沒有上課 對啊 怎麼會有下課這一回事 好像是耶 就是以前就是在大學的時候比較覺得會想翹課 大學的時候 像我們大學早上八點 然後早爸對大學生來說明明就比高中還要晚一點上課 對為什麼 莫名其妙但早爸就是起不來 起不來我八點的課我幾乎不選耶 早爸到了教室裡面好不容易三個禮拜終於來一次了 這一開教室一看 除了老師大概就剩四五個比較認真的同學 就關門又走這樣子 我現在進去等一下也不好離開 算了回去睡覺好了 然後關了就回宿舍了 真的耶 早爸的班上我們都很少人到耶 我覺得老師好傷喔 我覺得後來我問過大學老師 我問過我的大學的指導老師 我就問他說 老師你說早上八點到這個教室 你看到教室裡都空空蕩蕩的 你會有什麼心情 他說我領錢啊 一個人我也領錢啊 一百個人我也領錢啊 那你不想學我不要教啊 好有道理喔 就老師的心態有時候 大學老師後面有些是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對 當然他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是感懷熱情 對 但年輕的時候他那個時代的大學生都 老實說比較上進一點 對 因為現在大學考取率確實有顯著的提升嘛 對不對 現在大學確實有差別 好像是 對 那第一個新聞呢 你知道前陣子有考這個學測嗎 是的 那我們等一下遊戲也會有進行一個學測測驗的環節 好 那大家看到我戴上了這個眼鏡 很明顯的是我想要冒充一個讀書人的形象 所以現在我們節目主持的模式 我們會把咬字都咬得非常清楚 以表示我們對於這個國文的重視 以及我們在面對考試時的讀書氣息 對 好那非常歡迎LIDA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個協策的大考驗 好 那很簡單 我們每一個禮拜的這個遊戲都是有小幫手的負責 因為畢竟要增加這個遊戲進行的公平一些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歡迎小幫手可以幫我們宣測一下規則嗎 遊戲規則 總共有國書術宿司共識別的協策題 1點1分 然後兩個人呢 直接在白板上寫下自己的答案 如果答對者則得一分 答錯者則貴得一分 分數高者全獲勝 好 那可以進行第一題囉 下列通通的那個字 讀音前後相投的是 請我相投的 請我相投的 我來看 我來看 我來看我是學測小天王是不是 啊 哈哈哈哈 真的好難喔 真的很難耶 不是 欸這個拖了一分鐘 好多沒有看過的字喔 不是這真的國文嗎 你確定這是沒有法 好像韓文吧 它的那個字 對啊 又方塊又三角形狀 然後不管拿去拆一個 好了 1 2 3 空步 蛤 蛤 A喔 都是念整是不是 天啊 你選什麼 你選C 你選什麼 選D 選D跟蝦吧 D 好算了D我也會唸 算了算了算了 差點差點 好 下一題下一題 最後我們會不會有零分 我覺得好擔心喔 好的 宣渡比數最後比數0比0 哈哈哈哈 好下一題是什麼 天氣日舒服 日數兩根 這是中國北京是不是 北京的話 喔 好 好 稍微做答一下 不是啦 你也不能想太久喔 有測是有限時間的好不好 對也是 好了 3 2 1 你怎麼知道 就是 春秋好像是霧霾最多 哈哈哈哈 OK好 D D 可是 真的啊 降雪啊 喔對 4月這麼多天怎麼可能是降雪 我剛剛也在想降雪 我本來以為是那種氣候變化 不愧是有歐美的有很多人 像這種留在台灣的學生 果然是見識前後人 哪有 在北京耶 好下一題 下一題是英文 B 再一個討論之后 我們是怎麼樣 然後是我們的異業旅行嗎 OK 好了嗎 好了 3 2 1 公佈答案 B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現在幾比幾啊 不是齁 沒有 因為我年紀比你大 就是你知道 三題 三題 社會題 有什麼 對 假以 假 假 中國應該是 佛教吧 悟的話 悟那是哪裡啊 歐洲喔 歐洲應該不是 乙是哪裡啊 你是非洲嗎 丁是 美國 美洲 丙是 中南美洲 對 嗯 我覺得 好難喔 沒有丙乙對不對 等一下 我剛才要寫比你 結果沒有這個很像 呃 欸 好難 等等等等等等 信仰最為類似喔 算了 妳用猜的 我也是用猜的 天啊 我這不是考五分的啊 算了 五分很太奢侈了 好了 好了 3 2 1 男子豬 哦 嗯 豬是什麼 非洲也是 一是非洲 水是伊斯蘭教 對 然後明是巴西亞 天主教 喔 一是美和西亞 是天主教 就是羅馬天主教 非洲也是 欸 我不知道欸 好 好 算了 知道嗎 我就爛 那跟圖 有看到那網路跟圖嗎 這個很難耶 我就爛 下一題 複選題喔 等一下 音選 這裡就是兩個答案 音選兩項就對了嗎 好 好 全對才算對喔 蛤 欸 學測也是這樣的 3 2 1 B跟什麼 B跟什麼 哦 怎麼會 哎呦 太難了吧 不是 總共 總共就只有五個選項而已 對我嗎 我可以猜到兩個完全沒有的 欸 你是板指標 以後應該要看你的 所以好 沒關係 還是2比0 欸 不是 到處真的會難看耶 好 下一題 我又是英文喔 哦 好 再來 見什麼 通過了考試 一個很漂亮的成績 不然這個出貨 你不要那麼快好不好 它顯得好像我什麼 語文障礙耶 那我寫久一點 天啊 好了 3 2 1 3 B 你怎麼知道是B 你怎麼知道是B 來 所以 見 哦 給他老師一個驚喜 是不是 就是 amaze就是有點那個 讓他很驚 出乎意料很驚 下次提醒我不要發留學生好不好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3比0 是不是 其實你也都靠英文得分的嘛 欸 我還有靠一題好不好 我忘記哪一題了 喔 沙塵暴 好 繼續 天啊 我竟然沒有辦法得分 好了 我們一起很辣的題目 好 來來來來來 哇 這個也太難了吧 天啊 我想一下 嗯 投幣一枚之後 可以玩3次 對不對 對 是這樣說的嗎 對 我想一下 這個真的很難耶 你慢慢想 以前我們考試的時候 會有出現一種 很會答題的朋友 他就一進去之後 然後5分鐘要突然趴下來了 我心裡想說 哇 太強了吧 對 結果後來發現他考試是白的 就是 我現在就是有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對數學我就放棄了 你先猜題目就是這樣子吧 ABC珠 然後CCCCABC這樣子 對 這樣猜 能對多少算緣分啦 好啦 C好像就是出現最高的這個字 不管啦 這也是簡答題的 公布答案 9分之1 寫多少 18分之1 妳好可怕 差點對了耶 還在接近耶 我寫12分這麼無什麼回事 怎麼會喔 因為他出現黑色 三次同顏色 一次黑黑黑 後白白 那第一次是二分之一 對 那第二次是三分之一 所以二分之一才三分之一 我懂了 所以應該是他乘二 我就可以扣掉 因為他有黑色或白色 有啊 他一直這麼簡單 我跟他 這不能太早放棄 下一題 下一題 三比零 我們真的是智商 好 繼續下一題 社會你 社會你這個一定要答對 好 是 他有創業你知道嗎 沒有我是猜 我也是微微猜的 即時生產模式 跟 欸我也是猜的喔 妳確定是猜的喔 對 妳不要等一下給我答對了 因為我也還在想 因為每個東西都 感覺都可以 哇 好 不管了 看看我們經商的天分 好 3 2 1 哇 太好了吧 我終於答對一題了 所以現在幾不幾 4比1 4比1 好好好 可惡 竟然沒有在這裡把妳甩開 下一題 國文 喔唷 完全沒有錯字的是什麼 合唱團員準備就緒 天內辦的歌聲隨情聲揚起 鼻子鴨雀無聲 花魄開放 參觀首日 遊客蜂擁而至 人人摩肩接種 場面熱鬧揮煩 戰爭片中之間 煙霄四起目目 疊血三個的畫面 變得觸目幾乎 即時是浮光電影 人生片段只要信心關照 亦可萃取出生活意義 好 等一下我想一想 妳已經選好了 妳已經選好了 妳也完了 我用這種方式來 讓自己素素的看過 好了 等等等等 妳已經好了 再讓我選一下 可以了沒有 好了 好了齁 不能再改囉 板子幫我舉高一點 好 3 2 1 3 4 喔 不是喔 你選什麼我看 不要 快點喔 快點喔 下下禮拜我去看Replay 差掉差掉 真丟臉 有夠丟臉的 好 不不比一對不對 爽農八萬萬啊 繼續下一頁 還剩幾題喔 不是沒剩幾題喔 還有嗎 好 下一頁 這不是直接猜了 好了 沒有沒有 這個要選 應該只能選一個對不對 對啊 留念了 很暗 好不好 來 比運氣啦 好 好 還猜一對 等一下 我還猜一對 我完全沒有 這是那種 考運的問題 我真的這樣說 還有下一題嗎 沒有 沒有 所以總共 最後比數是多少 這個 最後比數是 五比一 六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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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跟大家講一個故事齁 從這個故事我剛剛想到一件事 然後我今年過年回家的時候 我聽說 我的伯父是一個運氣很好的一個 嗯 他以前考自然的 他們以前考是滿分的135分 對 然後有一次我爸收到成績下的時候 看到伯父說 哥 你考了130耶 他全部猜的嗎 對 全猜的 好屌喔 好屌喔 你剛剛讓我有一種 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失落 很會猜 好 所以我輸了嗎 小防守我們這禮拜的處罰是什麼 小防守我們這禮拜的處罰是 發現吧 嘿嘿嘿 沒有在發現的好不好 你很物質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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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拜的處罰是 失敗者呢 必須學三種動物 模仿三種動物 然後贏的人呢 可以決定他模仿像不像 好 如果不像的話 你可以決定他的 還是你覺得直接彈 不行不行 相信一下 還是要付出嗎 像我們這種 OK好來 沒關係我直接證明給他看 我們的演技有多高超 好 第一個是什麼 要學兔子 蛇跟貓 兔子 是叫嗎還是 兔子兔子兔子 兔子是這樣吧 好 兔子還蠻像的 兔子可以齁 兔子可以 好兔子可以 然後再來是什麼 蛇 蛇喔 蛇要靠臉了 不能靠手喔 彈了彈了彈了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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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是什麼 貓喔 貓 貓 你有養貓嗎 沒有我養狗 我知道牠一定不會出狗 因為我養狗 貓是不是 貓應該有什麼要素 我想一下 貓應該是可愛的 傲嬌的 傲嬌 對 難搞的 沒有 我是沒有機會 如果看到這個節目 有人是劇組單位 可以幫我去演戲 我的演技非常好 好那你要跟那個鏡頭講一下 呼籲大家找你演戲 請大家可以聯絡我的這個 email型箱 快來找我演戲 我是可以演戲的人 那你這個貓就要好好演了 好 當我的實境 對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跟妳講 彈額頭是這樣彈的 好 好不好 再給妳一次機會 好 這一點 等一下 欸 妳到底會不會彈這個吧 我還真的沒有彈過 這樣子嗎 有一點 反正 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覺得學策這個東西 學習是這個樣子 對 這是一個人生的過程吧 那 畢竟我們脫離這個 許久的緣分 可是我脫離比你久欸 OK fine 好 下次別再出英文 下次我們一定要演歌聲 等一下我們來賓 從何而來 現在從事什麼 任何有關貿易 英文的問題 像這種來源我們 下次一概不問 好 但是我們以後再也不會決策了 學策這個企劃 就到今天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終止 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沒錯 OK 好啦 總之今天玩得算是蠻開心的 也非常歡迎Vida 下次再有機會 到我們節目間 來跟我們一起玩 好吧 那我們這禮拜的鬧笑語 在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待會兒 再見 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